中秋節為何這麼多蠟燭都不知道做甚麼 對呀, 蠟鴨蠟腸 是不是都是蠟燭做的? 蠟鴨蠟腸我就不知道了 不過是蠟兔子 兔兔這麼可愛, 怎麼可以吃兔兔 看著你, 我的朋友份上, 不吃你 為了報答你不吃我 讓我示範如何處理蠟燭 就是煲蠟了 你怎麼可以煲蠟的? 我這個煲蠟不是那些煲蠟 你再這樣的話, 我報告給玉皇大帝聽 你看完再說吧 中秋節用完的蠟燭 可以搖西邊變成漂亮的裝飾 首先我們要準備玻璃杯 然後在裡面裝飾一下 之後倒熱水, 去到六七成高 然後放在一邊 之後將這些剩下的蠟燭放入一個器皿 隔水煲到變水, 爐火不用太慢 如果你覺得白色的蠟燭太單調 還可以加入蠟筆調色 又或者加入香薰油 再將蠟燭放入杯裡 然後放平 拿條繩做蠟燭心, 用筷子夾進去 那麼漂亮的浮水燭台就完成了 這種水蠟燭又漂亮又不用看火 好, 四妹, 真是挺漂亮的 你還有沒有蠟燭剩下 沒有了, 全熬了 我還打算做蠟脫毛, 現在沒有了 蛤? 脫毛? 好 很多毛脫 好… 中文字幕——YK